早安 歡迎回到Night2Go的頻道 今天是我們久違了好久好久的登山行程 因為夏天的時候天氣實在是太熱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爬山 所以趁著中秋過後 天氣比較涼爽的時候 我們就出來爬山了 我們今天要來爬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親民的 親子步道 叫口山步道 就是我後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位於苗栗的造橋 那停車的話 你可以選擇停在造橋國中的門口 有好幾個位置可以停車 或者是像我們是停在Seven的正對面 因為那個Seven它有洗手間 所以如果你下山的時候 可以去買個運動飲料啊 或者是可以去上上廁所洗洗手 停車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停在Seven附近 這路邊都可以停車 蠻多位置的 那一路上 從Seven往造橋國中的方向走呢 你會路過造橋車站還有農會 農會啊 它在週末的時候 蠻常有小市集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過去參考看看 那就跟我們一起走吧 Go 今天發現蠻多人來爬這個山的 而且蠻多的女生來 所以這邊真的是蠻適合大家一起爬的步道 還有穿拖鞋的耶 今天這電梯超涼爽的啊 對啊 而且這個口山步道好處它的靈印蠻多的 喔對它沿路上幾乎不會熱 對對對 到最高點的時候那裡風也很大很涼爽 這口山步道其實我們來過蠻多次的 然後之前有介紹朋友來走 然後他們是下午來 好像蚊子有點多 會比較推薦大家就是早上的時候過來 也比較不熱 好我們繼續走吧 找蘑菇了 這邊 找蘑菇了 以前好像沒有 下雨過後陰暗潮濕的地方都會容易長蘑菇 這邊上去有一個三角點 然後是海拔54公尺的地方 那因為現在它的雜草真的蠻多的 我們就不上去 我們附上之前拍的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到了這裡有一個岔路 這兩條岔路最後到達地點都是一樣 然後左邊這一條是比較緩上的 然後右邊這一條是比較有點陡上 然後我們正常在走 我們都習慣走右邊 都來爬山的大家練習一下 好 我們就去走右邊這條路線 這邊喔 滿大的齁 穿過這個竹林啊 就到了一個小平台可以休息 然後剛剛左邊那條就會從這裡出來 我們現在到達第一個休息點 是300K的位置 那稍微喝個水之後繼續走囉 走吧 在這個周深橋之前啊 其實有一條岔路可以下去 它蠻多進出口的 不過這邊我們沒有上下過 但可以確定是這邊是有路可以通到底下大馬路的 如果就是走一走覺得累啦 或是身體不適的話 就可以先下山這樣子 那我們就沿著我們主路線繼續走囉 走吧 口山步道呢 是位於苗栗縣造橋鄉 它雖然是一個低矮的丘陵海拔大概70公尺 不過卻擁有一極的視野展望 屬於大眾化的登山路線 好 我們到達觀景平衡島了 從我們出發慢慢走 沿路慢慢走拍照 這樣大概花了40分鐘 可是含我們拍影片的時間 對對對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邊有一個步道的地圖 我們是從這邊進來的 然後從這邊進來走 走到這邊 然後呢這邊是剛剛的周深橋 它有一個路可以下去 下去的話是通道這個造小火車站 我們是繼續沿著主路線走 這邊走走走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地方休息 我們是從這裡瞭望台這裡 那待會呢就會繼續往這邊走 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還有一個小岔路可以下去 會通到一個消防局的位置 所以這邊也是可以下山的 所以它其實中間有蠻多位置 都是可以下山的 如果你覺得累了啊 走不動了就可以下去這樣 那我們今天預計呢走到最後 到直結束這樣子 然後再回到大馬路這邊呢 我們的車子停在這附近這樣子 口山步道呢沿途零向豐富 野鳥昆蟲種類眾多 是老少都嫌疑的一條步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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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朋友 老朋友 八丸山你終於要吃什麼啊 不知道 扇乃月 有定位嗎 沒有定位嗎 沒有定位啊 所以要現在等啊 要等啊 等到肚子超餓進去吃剛好 這樣就可以吃很多肉啊 八丸山要補充很多蛋白質啊 老公今天天氣真的很好耶 哎呀超涼爽的 對啊就是好久沒有這麼涼爽的天氣了 可是這個天氣啊真的是 非常適合就是登山見行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的等級實在太悠悠般了 所以 我們只能走做很初間的小步道這樣子 我們小朋友不是有說 今年的夢想是要爬五座小百願嗎 那目前已經幾座小朋友 好像兩三座 兩三座是嗎 所以現在剩下兩個月而已耶 我們要努力一下 好我們到這裡 所以往右邊那裡走 就是往消防隊那裡下去耶 那我們今天再繼續走 往上面的旺鄉平台 因為之前旺鄉平台那裡都有攤邦啊 今天好像真的是攤邦把它封起來了 對之前可以在上面拍照耶 附上我們之前的照片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走了 往下山的路線走了 所以你如果走很快的話 這個應該一小時之內就可以走啊 剛剛有看到那個阿姨啊 就上來開墾那個荒地 然後在這邊種菜這樣子 每天要走上來然後順便澆水 我覺得蠻不錯的 這是健身的好地方 然後因為我們車每次都停790在中間啊 所以我們都習慣就是繞一圈再回去 然後有些人就是停入口 然後他們就會回到最後面 再從這裡再走回來 就原路來回往返啦 對對對 因為走下面馬路啊 是比較曬的 對對對 早上那時候太陽還不是那麼大 所以你走那一段啊 不會覺得那麼的爆熱 如果太晚來的話 你走底下在馬路真的是蠻曬的 而且很熱 就是推薦大家 你可以就是選擇 繞一圈 或是原路往返這樣子 嗯 走 這邊之前有一個盪修圈 結果那一棵大樹下 以前有個盪修圈 應該是這個農地的主人做的 好 我們到達口山步道的另外一個路口了 所以一共是走了 1.5公里 蠻近的耶 1.5公里而已耶 整個山路是1.5公里 對 從我們剛剛入口 一直到我們現在結束這個目前的位置 一共是1.5公里左右 我覺得蠻推薦大家來走 這算是我們最推薦的第一條親子步道 如果你想要開始你的那個步道之旅的話呢 非常歡迎帶點的小朋友 從這條開始喔 那我們要下山去了 走吧 我們現在下山這一邊啊 就開始一路沒有零印了 然後現在會先經過一個住宅區 然後出去右轉就是大馬路了 然後都沒有零印 他另外一邊這個路口啊 因為這裡都是住宅區啊 也沒什麼停車場 所以大部分來爬山的人啊 都是停在佛中那邊的停車場 我們下山呢 會經過那個餐廳啊 叫綠池餐廳 我們上平價好像蠻不錯的 我們沒有吃過 如果你要帶小朋友的話呢 我們更推薦就是這間 綠池咖啡屋 對 這間餐點蠻好吃的 推薦給大家 好 我們回到大馬路了 你看這一路真的就是沒有 射印的地方 然後我們早上下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靠左邊這邊走 這裡才有零印 是樹印 也不是樹印 是烏印 等下到消防局那裡 就一整段沒有遮蔽屋了 難怪我們剛剛看到很多 我護到的小姐們 她們都是原路來回 對啊 幾乎都是原路來回 好 我們到消防局這裡了 它對面這個土地公廟 就是剛剛中間下來的那一段路 就是從這裡下來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的車還沒到 我們剛剛回程的路上啊 無意中發現經過一個新蓋好的公園 就在Seven的寫對面 就是我們推薦停車的地方這樣 之前來的時候還沒有 全新剛蓋好的 有一個很大的溜滑梯 然後呢還有 很可愛的秋秋板 還有小朋友最喜歡的 飛碟盪鞦韆 這邊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不知道是什麼的小玩具 因為她是現在3到12歲 我就不破壞她了 好啦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下次的新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